不要怕好害 這是好受這個事情 沒有 這個不要處理 來 哪天 你說給男生用它 那個樓梯下面還有一個女生生 我不知道耶 像個挖片這樣 沒有 那他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啊 對 我們在講那個 電的部分沒有問題 那個靜電摩擦起電 接觸起電 還有感應起電 那接下來想 那個電 電的量 電的量是從那個 那個 掉進去的 我們把這個代電體 代電有一點震 所以它有多少電量 它帶了震Q的力 對 這邊帶了震Q的電量 國下這邊 有一個電 帶了震Q的電 好 全上這間有什麼力 相吸 相刺 相刺對不對 所以它有彩繩力相貌 而且是連著這兩個的連線相貌 然後這個力有多大 課本上有寫的 在庫倫定律 記不記得嗎 庫倫定律怎麼寫的 庫倫定律怎麼寫的 這兩個人 都沒看到 課本有 你的課本呢 課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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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課本定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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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會講 它不是跟 它不是跟電量成正比嗎 它是不是跟電量成正比 所以跟誰的電量成正比 跟這個電量成正比 也跟這個電量成正比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要寫F5 Q Q就會換分子 對不對 這樣才叫正比 Q越大他越大 Q越大 Q越大 就這樣 這要正比 另外跟誰 成反比 距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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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比嗎 平方反比 簡單來講 這是布魯丁的一 OK 好 好 就這樣 怎麼樣 閃邊不閃出嗎 Q Q Q代表電量 Q就是它的電量 Q 呃...我們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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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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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 Q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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用Q來做代號 Q我們用庫倫 Q是當它的代號 就像我們說 F是立的代號 那立的當為什麼 扭頓 在這邊庫倫代號是Q 或是Q 它單位是什麼 C 庫倫 這個意思嗎 知道這差別嗎 長度的代號可能是L 那長度的W 可能是CM 可能是M 對不對 長度 所以庫倫通常在圖上 我會用Q當成它的 電量 是庫倫代號 但是你在寫說 我這邊帶了幾庫倫的電量 我用3庫倫的電 也會寫3C 這個意思 好 好 那剛剛自己在講這個 我們上次都講過 假設這個 質料M 這邊有另外一個質料M 它會不會相C 它相C的力 等什麼 我們講說 它等於R 平方分是G M 對不對 這是萬元於公式 為什麼 因為它跟這個質量變大的時候 你是不是可以想看 這個質量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細粒很大 這質量如果很大的話 這是不是也是細粒很大 所以是跟這兩個質量只剩比 對 對不對 跟R平方成反比 這不需要再解釋了吧 昨天講過的也是 像之前講過就是 對不對 對不對 記得嗎 它距離多一倍 它所散步的面積多了四倍 好了 那你剛剛不能聽你的 是一樣 我這個電量 你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這裡有一個小支電的電力 我自己的一倍 假設這裡面帶來兩個支電的電 我是不是兩倍的力 非常喜歡這樣 我現在有很多很多支點的力 總共加起來是Q這麼多 我是用Q倍的力 嗯 知道嗎 這個成正比 那這邊也是一樣 跟小Q成正比 所以在這個公式上 我們會寫的 力跟R平方分之 Q 大Q小Q OK 這過了幾乎的意義 這樣 OK嗎 可以寫Q平方嗎 不可以寫Q平方 因為裡面的電量 力量跟外面的電量不可能一樣 到Q是指 右邊 右邊那一塊東西 然後小Q是左邊的 對 它電量不一樣 好 就跟你在這邊 我不會選擇哪個地方吧 不會 不會啊 因為這邊的實量 跟這邊的實量不會一樣 好 它呢 穿衣服 好 那我們 我們 我們來看個電路 好 所以要 要開始講電路 對 你看它這樣 電的系統 這樣才有電 好 好 那我們電要留後 一定要倒底 對不對 這邊要倒底 這邊想辦法 可以 一個電線 我想辦法讓電 從這邊流進去 那麼多的電量 Q的電量 流進去 流過這個電線 好 第一個問題是 電為什麼流過去 因為這邊的電壓大 正負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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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者是正負極的電壓大 都找不到重點 所以各個挑戰 來來來 來來 電壓大 都是合理的說法 好 我們 我們因為我們把電給它正負極了 對不對 你看 有進去正負極的電 所以我們覺得說 就像我們這個 一個 重力場一樣 這個 它自然會往下掉 為什麼會往下掉 因為 因為我們說 這邊的高電位 這邊叫做 位能比較高 這邊叫做位能比較低 所以在這個場裡面呢 自然東西會從高位的 掉到低位能 這樣吧 好 可是我們剛剛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我目前不論到底什麼現象 如果看到電流流過去 表示什麼 表示這邊的 電 電位能高 這邊是高的 這邊是低的 對不對 所以電才流過去 好 這個本筆從這邊 會從高位的 掉到低位能 電也是要從高位的能到低位能 所以通常都給高位的位子 我們就給他定義對不對 叫做電壓 比較大 我們把電位能定義成電壓 這是另外的說法 也不叫電力 不是電力 是另外的說法 我們把電位能又說成電壓 所以電壓高的 會把電壓低的地方流動 那電壓通常就是說 我們要給他一個方向 因為我們這樣子電壓有正負的話 我們給他一個方向 欸 就從正能得到負 好 從正能得到負 好 那你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 這是一個系統 好 這是一個系統 我想像一下 我想要先講什麼一下 你自己講過 丟出我 可是我都聽過了 現在看過了 好 那你講一下 當我這個東西 這個粉筆從這個高位的地方 掉到低位能 會怎麼樣 消耗能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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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耗能量才是動的 對不對 當然原來為你消耗掉了 轉換成動的 同樣的 這個電喔 從這邊流動過去的時候 它是具有能量的 這能力可以拿去做工 所以當電流在流動的時候 這個電就可以拿去做工 比如我們把電 比如像電流過那個電燈 所以燈會亮 它就要做工 電的流動 變成動 這樣我們移 這是一個概念 現在我們就概念 好 我們現在來講電路 好 通常講電路呢 我們上來講的電路很類似這樣 這邊是電源 這邊是負責 好 電源用負責 中間用導線把它接光了 這邊正電 長的代表正電 短的代表正電 負負責什麼 就是在消耗電的東西 對 消耗電的東西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發現的事情 我們先把這個電 當成一個 我來做一個檢測 我這上面放的東西 可能放一塊鐵 放一塊銅 或放一塊任何的導線 那我發現一個現象 我發現一個現象 我如果 我如果改變成電壓 我這流過去的電流 真的改變 怎麼了 鼻炎 鼻炎怎麼了 我給音樂 我會找麻煩 所以鼻炎要去支援的 我會找麻煩 我會看到 我會把電流 我會讓你把電流 我會把電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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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樣拖著 這樣拖著 這樣拖著 要拖著 好